蹲下身子把放在最底層的商品逐一放到提栏里 五金百貨业者赶紧把底層貨架上的商品清空 因为真的烟怕了 所以下層的全部都要收起来 往上放就对了 两个院前开明台风来袭 为在高雄人物的这间五金百货采烟 当时老板亲自卷起袖子 狂洗上百箱的泡水矿泉水 这次雪聪明了 周边常物店业者也同样动起来 店家们纷纷跟山土耳的风雨赛炮 从店内动作更快了 底层货架已经全空 甚至在店门口的防水闸门都已经架起来了 就是避免淹水噩梦重演 另外台南麻豆一间家具行 更在第一时间把商品直接搬上二楼 这里是一楼原本是摆满家具 弹簧床还有沙发的地方 但是呢在今年七月开明台风的时候 有水渊极西的状况 因此家具全部都抬到二楼来进行防范 这边每次下雨都是会淹水 而且都淹到连里面房间里面都淹到里面去了 上次开明台风已经损失破五十万 当时业者床垫来不及撤 苦中作乐把床当船来滑 这次墙台山土耳恐怕带来更丰沛雨量 业者们看紧各自的身材工具 做好防抬措施严正以待 提据新闻台南高雄综合报道